有關111年7月9日網路群組轉傳 民眾騎乘機車至總統府前卡托鏈的行為 轄區中正義分局借收入派出所遠景 執行網路巡目落實 發現後立刻調閱監視器 並從其影片上傳時間 以及背景照片片後判斷 確實該名其事以涉嫌違反危險駕駛 而依法告發 本所接獲110報案稱戀愛廣場附近有機車 駕駱駱駭警示 經到達現場未發現鎖駛警示 警發現鎖駛警示機車 後調閱入口監視器 發現該車確實有駕駱駭之違規事實 依道交條例第43條已向一款舉發 告發12000元發還發 但並請車主到場約制 無載有危險駕駛之行為 警方將嚴正執法 證明 有關南大森坐在護駕駛座 以左手單手操控方向盤 左腳跨過中間的排檔檔 踩油門及煞車行駛在道路上 這樣的開車行為 屬於危險的行為,危險駕車 以觸犯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43條 第一項在道路上捨行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車 最高可以儲新台幣24000元以下的罰款 並當場期禁止其駕駛 因而發生肇事則,可以吊銷駕駛執照 要質疑大家可能要會配付 好幾乎年筆 均uw第48па 稍後再次同一道 我考討下暖加